欢迎们好 我们继续聊一聊 所谓的中国的核心利益的核心 这个话题 想当初习近平修宪连任 国内怎么个反应我不知道 澳大利亚这边华人圈里的那天 纷纷的转发 袁世凯时期的淫源 那么后来大家坐在一起 找到朋友说 西美哥中国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没有态度 我说我没有态度就是态度 我赞成他修宪连任 为什么呢 我说他因为要干一件大事 而这个事没有准备好 那就让他接了再盖一段时间 因为这件事事关民族的未来 这就是当年我对习近平修宪连任的根本态度 那么习近平为什么要修宪连任呢 说的准确一点 那就是说他有一个政治报复 那就是要在自己的任内让台湾回归 最后实现 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那么用评论界的话说 习近平想以中心之主的历史地位 名流轻史 政治家 有政治报复 大政治家 有大的政治报复 这无可厚非 并且 他要真实现 那么我们作为 百姓的一员 我们还要给他鼓掌 给他点赞 只要这大事是符合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 但是呢 政治报复是政治报复 政治现实是政治现实 要解决台湾问题 你就要做全面的准备 因为 台湾问题 不是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 甚至是 中美问题 那么呢 还要补改革开放 三十多年的欠仗 尤其是 人们思想上 和中国的军力上 欠了那天大的窟窿的仗 那当然一届两届 这个时间十年八年肯定是不够了 所以呢 不仅我支持他连任修宪 我真的在我可能的范围之内 能够施加自己影响的范围之内 我都鼓吹支持的修宪和脸人 那么呢 我们也看到了 接了班之后的习近平 先内 先内后外 尝试着 做了 针对台湾的一些事 结果呢 可能是不做 就不能完全知道 一做才发现这个事太难 一做他才发现了 美国人的底线 一做才发现了 美国人手里 赚着 中国人的什么致命的东西 用现在的话说 就是所谓的 中国的核心 第一的核心 这次布林肯来华 中国方面 重申了台湾问题 是中国的核心问题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最为突出的 一个风险 那么我们昨天说 不对的 我们要清醒 台湾问题 不是中国的核心 利益的核心 我们说 准确的讲 应该是这样表述 台湾问题 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因为它事关中国的核心 利益的核心 什么呢 就是中国的新兴资产阶级 和中国大家族的财富 利益 就是说 中国的新兴资产阶级 和中国的大家族们的 财富和利益 这才是 中国的核心 利益的 核心 而台湾 仅仅是 直接关乎 中国的核心利益的 核心的 核心利益 李益 曾经说过 他说 台湾 就是中国的 搞完 大家都学过生理 搞完有两个 一左右 在美国人那里头 一个搞完 就是台湾 一个搞完 就是中国持有的 美元资产 和中国的新兴资产阶级 和中国的大家族的 境外资产 一左右 两个搞完 美国呢 两手 各执一个 你要是敢打台湾 我就公布你大家族 在外海外资产的名单 我就 没收你手里 持有的美元资产 你看 你要敢打台湾 你要是不买美债 这不又要发了吗 是不是啊 你要是不买美债 那好 我就让 台湾在那搞搞事 做独立状 或者干脆自己动手 在台湾搞事 今天去一波议员访问 明天派去个部长 后天是 众议长佩洛西 美国几十年以来 改革开放的几十年以来 尤其是最近二十年 十多年 二十年 就是这样的 一手转着中国的一个搞完 然后左右开工 逼你就范 一路下来 可以说 屡市不爽 美国人 这件事已经玩得 驾轻就熟了 所以呢 对于今天的美国来说 正如布林肯记者会上 开场白 开场白里 他说的 美国反对单方面改变海峡两岸现状 直接了当就告诉你 什么意思呢 就是台湾海峡两岸的关系 就保持今天的现状 这才是对美国最有利的 他好 赚着中国的两个搞完 为自己谋求最大化的利益 所以美方 希望保持台海现状 那么中国呢 其实对于中国而言 保持海峡两岸的现状 我不统一 你也别读 然后呢 让美国放心 两岸呢 还可以一起做做生意 发财 如此这般 保持台海的现状 对中国的新兴资产阶级 对中国的各大家族来说 也是最有利的 所以什么 保持海峡两岸的现状 不仅是美国当下的诉求 这也是事实上的 中国的新兴资产阶级和大家族 以及他们左右和影响的 中国决策层的诉求 所以结论就是什么 结论就是 什么和平统一 什么武力统一 想都不要想 谢谢大家